茶饮业者排排坐拉长耳朵仔细听 为了从源头做好把关 食药署大动作预告即将上路的实案行致 早来全国一百多家饮料咖啡和茶饮业者 宣布未来首摇茶饮店卖的红绿茶 产地不管是台湾或是越南 都必须如实标示 如果是果汁依照里头的原汁含量超过10% 才叫做果汁 不到10%只能称作果蔬汁 如果是咖啡 业者必须依照里头的咖啡因毫克含量多寡 分成红黄绿三种等级 要让民众一看就明了 心致最快7月底就上路 规定标示的话 那它会依违反第25条规定 处这个3到300万的罚款 除了阶层业者外 食药署也将要求 国内资本额三千万以上的茶饮制造工厂 必须定期强制检验 向下游出具证明 食药署想借由落实三级品管的最终制度 但同时也考验民众的接受度 记者综合报道